为什么魔术是可以准确拆出骰子的点数 不相信的话我就证明给你看 等一会你帮我拿起骰子往桌子上随便一扔 我就会议测出它的数字 并且我已经把数字几点我已经写下来了 好来看一下放在桌子上 从现在开始不会离开你的视线 然后你拿起这个骰子帮我随便的扔一下 看一下它是不是普通的 来随便往桌子上轻轻的一扔就可以了 好一个1一个3来再扔一次再扔一次 好一个4一个6证明它是普通的 非常好那接下来等一会儿你再帮我随便扔 扔出去之后呢帮我叠起来好不好 好来随便扔随便扔 ok来帮我叠起来帮我叠起来 你随便扔的啊随便扔的帮我叠起来 对对对叠起来好非常好 我先声明一下你随机扔的数字 有个人扔的4点5点6点都有可能 对不对好那这样子你为什么叫你叠起来呢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做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最上面这个数字 还有中间这两个数字啊 就是叠在一起的数字 还有最下面的数字相加啊 来这样子你随机扔的啊 每次扔的数字都不一样来一个两点 好我们再反过来一个5点一个3点啊 3加5的188加2等于12 12再加最下面来看一个4等于14 好我先声明你是不是随机扔的 是好如果说我这个指标上面也写的是14会不会很相信 对对来是的你没有看错也没有搞错如果是14的话点赞加关注哎 这怎么做到的想法想去啊 是吧直接出个详细的教学 好这个模式记得只能表演一次观众就会觉得很神奇了就可以了就够了啊不要重复表演 我们事先写下14为什么只能表演一次这里跟大家讲一个骰子的基本原理 无论观众怎么扔都可以只要叠起来叠起来就要相加数字一定等于14 无论它怎么叠啊相加一定等于14 为什么因为骰子它一个特点 顶上加底下就是最顶上加最底下相加一定是等于7啊 比如说这个6那下面一定是1啊这个5那下面一定是2来看了一定是啊这个4那下面一定是3 所以它相加无论你怎么甩啊甩出来叠起来上下都是等于7而两个骰子相加它就肯定等于14 所以说这个模式只表演一次但是表演一次也是非常神奇的啊 学会关注我是小冬带你我模式拜拜 拜拜